看了刚才的录像 大家一定觉得原来在外拍的一个场景选择中 有这么多的一个小诀窍 同时这样一些简单的小技法 也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图片的一个质量 那看了场景的选择 大家一定也会疑惑 那在这样的场景中 我们已经选好了合适的背景 如何把我们的人物在背景中安放在我们的地方 我想如果你是一个刚刚拿起相机的新手 你一定也很羡慕网上的一些摄影师 他们可以拍出一组完整的 然后又觉得各具姿态的人像图片 可能你去拍照的时候 只能拍出一张或者两张比较好看的图片 对吧 那我们首先就来分析一下 如果你想拍出一组完整的人像图片 那首先它需要哪些构成呢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可能你需要拍摄一些全身照 一些半身照 再加上一些特写 那这样子一个前前后后 大大小小的一个对比和补充 就会让看的人觉得 这是一组非常饱满 非常丰富的人像照片了 至于全身照 半身照和特写照 它们各有哪些特点 在拍摄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我们就逐一来看一下例子 在拍摄全身照的时候 我往往会用这三个准则来要求自己 造型灵动 画面稳重 以及人物清晰 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们这边举了一个例子 那这两张图片都是拍摄人物的全身照 对吧 但是我觉得第一张图片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人实在是在这个画面中的占比啊 太小了 看不清楚 然后这个人头也低着 对吧 然后又是处于一个暗的位置 那首先这个人物清晰 我觉得就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人太小了 看不清楚 然后人头又低着 还是在一个比较暗的位置 那如果我们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它的话 背景的选择也很糟糕 对吧 这张图片背景的选择也很糟糕 另外其实这个画面还有点歪斜 就简直觉得是一张 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照片 那所谓一个画面稳重 我觉得这张图片也很好地做了一个反例 什么意思 人是飘在画面上的 有觉得吗 人是飘在这个画面上的 而我们反观右图 右图其实人物在这个画面中的占比 也并不是很大 对吧 也并不是很大 但是人物就清晰一点 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 首先背景就不是很杂乱 它不会去吸引你的眼球 去看到很多特别杂乱的一个东西 没有 是一片比较干净的绿色 二来 虽然这个 其实人物是从一个黑暗的小巷子里走出来的 后面其实是比较暗的 但是我们选择人物再走到一个比较 像阳的地方 我们才按下快门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为了希望这个人物的面部啊 受到一个阳光的照射 就比较明亮了 对吧 成为画面中一个最明亮的部分 那我们肯定就可以 一眼就从画面中识别出这个人物的面部 并且看到它全身的一个姿态了 那这两张图片进行一个对比 我们也发现 画面的稳重 其实可以给看图的人觉得一种很舒服 这张图片很稳的感觉 你看 人都是走在地上的 对吧 像我们这个全身照 它反映出的画面 其实也是 人是走在地上的 那就要给看图的人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像我们左图 这个人其实在画面中站的位置有点高 画面就不是很稳 加上你画面略有倾斜 就觉得简直是摇摇欲坠 所以这张画面 简直是犯了很多很多的一个错误 是一个反例极景 大家可以记得这个 好 刚才说完了人物清晰 我们再来看拍摄全军照的第二个注意点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保持一个画面的稳重 那这两张图片的一对比 大家也可以清晰地能够看出这个问题所在了 那这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可以看到是在我们一片绿色的背景墙这里拍摄的一个画面 那大家可以看出这个植物 其实是挺厚的 对吧 这植物长得挺厚的 所以我们没有让模特站得特别的靠门 没有让它被这个植物的一个阳光所遮蔽 我们让它站到靠门一点的一个位置 但同时呢也没有太走出来 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地上的影子 说明这是一个很阳光非常强烈的一个白天 如果模特完全走出来 暴露在一个阳光的直射下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过于明亮 脸部可能会出现过曝 所以我们让它稍稍地站在植物的遮蔽下 有一点点微微的树影 也让画面显得更加的合适一点 光线不会太充足 那我们反观这两张的一个对比 都是模特站在地上 那这张我觉得拍摄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站姿 我也站着太站着 从我的视频线拍出去拍摄这个模特 所以它是非常稳地在这个画面的下方 我们基本上按照它的鞋去切了这个画面 对吧 然后它的一个植物 这个植物我们在画面中就可以看到 我们在录像中就可以看到 这个植物是一个很漂亮的背景墙 那在画面中这些绿色的植物 天然地成为了一个画框 这也是我们在构图中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法 利用现场的一些天然的这个建筑或者植物 或者一些搭建来给我们的图片 营造一个天然的画框 让我们的图片更具有画面感 那我们在反观右图 那可能我觉得我就低下来拍摄了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看到这个视角应该不陌生 平时可能都拍摄过这样的图片 这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是不是视角放低一点 会把模特的腿拍长一点 会不会有这种的想法 所以你把视角放低 可我觉得并不尽然 并不尽然 希望模特的脚拍的长一点 我们有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可以让他跨前一步 又或者说做出走路的姿态 都可以有这种灵动修长的感觉 可是你如果视角放得太低 就会像我一样 不仅仅是把这个人物在画面中的位置 显得有一点尴尬 画面不是很稳对吧 另外其实如果模特有一些拜拜肉啊 或者是双下巴 都会在这个不适宜的角度拍摄出来 所以我并不建议大家在拍人的时候 尤其是拍摄全身照的时候 把视角放得过于的低 这样你的画面一比较就出来了 不是的特别的稳 最后我们来看拍摄全身照的最后一点 造型的灵动对吧 拍摄全身照 我知道大家都很害怕的一点就是 拍出到此一游的感觉 很担心 为什么会有到此一游的感觉呢 人物很僵硬的在这个画面中出现 对吧 那要避免这样人物的僵硬 我们往往就会选择给人物设计一些动作 大家在那个看录像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是一条小巷 对吧 它是有前后的一个景深的 所以我们选择让摩托从小巷的深处 慢慢的走出来 在这个慢慢走出来的过程中 因为其实它的走速也控制它 不要走得太慢 但是走起来的话 首先一个人物整体的一个线条就被拉长了 第二像它的阔腿裤啊什么的 就可以在风中有一个摆动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裤子的一个造型 那第三在这个走路的过程中 那肯定人的一个姿态就是放松了对吧 站的时候人很容易站得僵硬 但是走走几步人往往就会放松 那在这个自然而然的放松中 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自然的画面 像这个画面中模特微微的一低头 其实并没有设计过这样的动作 没有设计过 没有想到那么的巧对吧 但是就是它在走动的一个过程中 很自然的低低头 抬抬头 或者有时候抚摸一下头发 拉一下它的衣服 那都会给你的画面带来很多 自然不经意的感觉 就会让你的全身照摆脱一个到此意犹的感觉了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前期在选择场景的时候 选择这样一个小象 那这样一个小象 它不仅仅可以给我们制造一个虚化的背景 又或者说它的白色的建筑很干净 其实它还可以给我们的模特营造更多的一个场景 姿态的一个变化 让我们最终的一个成片会更具有灵动的感觉 那说到全身照 那说到全身照的一个灵动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在我们的第二个场景中 大家可能也看到对吧 就是在那个小小的一个绿化非常茂密的角落 那当然这两张图片我觉得都看起来是不错的图片 它符合了我们的全身照的前两个准则 一个是人物清晰可变对吧 它没有很远或者很暗 或者是有点倾斜 让我们看不清楚这个人 我们都可以在画面中可以清晰的看到 我们是在拍摄这个女孩子 并且我们已经努力的做到了一个背景比较清晰 不要有太多的一个干扰 甚至一些生活化的元素 我们也都摒弃在画面之外 让别人可以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唯美 清新的画面 那第二个我觉得人物的一个稳重 画面的稳重也在这里是做到了 人物都是站在画面靠下的一个位置 让我们觉得这个画面很稳当 很舒服 那第三就是造型的一个灵动了 姿态的灵动的确是会给我们的画面带来些许一个 非常有灵气 非常活跃的感觉 这里就不用我多说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画面的一个对比可以感受到 那当然也不是说一定不能站着对吧 其实我们右边的这个图片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心机 他并没有完全是木讷的站着 其实头有微微的低下 和小白兔有一个互动 他的手是曲起来把小白兔捧在胸前 所以我们很自然读者的视线 随着他的这个曲起的手臂 以及模特的一个目光 都聚焦在这个画面中心的这个小白兔的这个身上 所以我们这个画面其实还是镜中带有一点点的灵动 那左图就更不用说了对吧 左图很明显是一个女孩子在走动的一个瞬间 同时我们的这个风微微的吹着她的头发 我们看到阳光也正好很漂亮 打在她的一个发梢上 飞起的这个根根的发丝 在风中有一种金色的一个闪动 所以双重的一个灵动的感觉 女孩子也在走路 她的发丝也在被微微的吹起 那整个画面就充满了这样一个青春的动感了 那既然我们都已经学会了如何拍摄全身照 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拍摄半身照 如果你问我全身照好拍还是半身照好拍 那我觉得一定是全身照更难一点 这理由也很简单对吧 全身照你会收入更多的元素在这个画面中 对人物的整个控制你也需要做得更好 对于环境的把控你也需要做得更仔细 所以全身照显然是一个非常非常考验 我们技术的一个活 如果你是一个刚刚拿起相机的新人 那我可以建议你从更加简单的一个半身照开始拍起 我们发现这个女孩子站在这片树丛中 其实拍出来的图片看起来也很好看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录像中我们也发现 其实这片背景很小的一个位置对吧 很小的一个位置 你只需要这样一片小小的位置 小小的场景 一切都是非常的可控的 都在你的一个可操作范围内 你就可以拍出这样美美的图片了 那拍摄半身照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内容呢 其实这比全身照要简单多了 顾名思义半身照 你只把这个人身上的一部分拍出来对吧 那截取哪一部分 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拍摄半身照时候 着重考虑的问题了 不要截在不应该截的地方 我相信大家如果看过一些教程 或者说进行过一些拍摄的时候 我们就会深有感触 不要截在人的关节处对吧 这个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不要截在人的关节处 就像这张图片 首先我们就不要截在他的膝盖 我们当然这里没有截在他的膝盖 我们截在了大腿处 大腿处 小腿处都是你可以去截的地方 但是不要截在脚踝 不要截在膝盖 不要截在这个腰和胯的这个连接处 腰和胯的连接处 在这张图片上还反映出他的手正好在这个位置 对吧 手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不要截在手上呢 我们发现你看右图 你可以很明显的讲出这张图片 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这张图片讲的故事就是 一个女孩子拿着一瓶水 对吧 但是如果你在反观左图 他正好把这个故事的高潮 女孩子拿着一瓶水 这个拿着的姿态和这个水都切掉了一半 所以这张图片就很不完整 你就可以感觉到你只能说这个图片是一个人在看着你 至于这个人在干什么 你就没有办法从这个图片上解读出这些信息 所以你把人截在关节处 一来是觉得画面很不舒适 就感觉是肢体残缺 第二很可能这样的关节处 就是故事的高潮发生的部位 很容易把这个画面的一个关键元素给截取掉 所以在拍摄半身照的时候 我们要切记不要截在人的关节处 不要截在这个身体的一个连接处 大腿上臂小手臂都是可以截的地方 但是你不要正好截在人家的手上 对吧 那我们这边举了一些半身照截取的一些例子 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在这个场景中进行拍摄的 这真的是区区的一个方圆的小场景 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不同的感受 这两张横板的图片 我们都截在了它的一个小手臂处 露出了它的手 露出它的手也露出了它手里的东西 对吧 那我们要小心就是 如果你往上一点正好截到它的关节处 把它的整条小手臂都截掉 那就会非常非常的奇怪 感觉这个人手被截掉了 如果是你在图片往下一点 正好截到这个人上下身体的连接处 比如说跨这种地方 小肚子这种地方 又会觉得有点奇怪 所以如果要截在它的半身处 我们一定要小心把它的小手臂露出来 可以让你的画面更加的清爽 更加的舒服 再反观右图 如果你要在它腿上截的话 小心你的一个关节 你看我们可以切在大腿处 切在小腿处 但是不要正好切到膝盖关节 这样子就会让人觉得这个好像肢体缺失的一样 那这样子一种截法都是我们拍摄半身照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特写 大家都很喜欢拍特写 我自己其实也是 特写照往往会给人一种非常有情绪感染力的一个感觉 为什么呢 我自己来想象一下 可能就是你和它的距离近了 你和它的距离近了 你可以更多的收入它的情绪 那看图片的人呢 其实也觉得他跟这个图片中的模特的距离近了 对吧 不像刚才远远的是个全身照 那只能看到它的一个全身的姿态 可能表情 眼神 甚至于瞳孔中放出的这个光芒都看不清楚 那距离近了之后 似乎就有一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近了的感觉 所以感染力也增强了 拍摄特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大家会说什么是特写 脸就是特写 对吧 我们就想象一下最简单的脸就是特写 那如果你只要拍脸 你就真的只拍脸吗 如果你真的只拍脸 那你就真的是切到了一个脖子处 那这就是一个大忌 我觉得 如果你把这个人拍摄特写 只切它的脖子的话 想象一下你的画面会像一个截图 你的画面就很像别人偷偷的从你别的照片上 把你的头抠下来的这种感觉 千万要小心 所以即使我们拍特写 即使我们只拍脸 即使我们只拍表情 我们在横板构图的时候 切记留住它的一个肩膀 为什么要留住女孩子的肩膀 首先一个是不要让你的图片像截图 第二 女孩子最漂亮的一个脖颈的线条 锁骨 你都可以在这里收录在这个画面中 同时露出肩膀 也露出它的衣服的一部分 对吧 不然如果你只切脖子 就感觉像没有穿衣服一样 总之是各种的不合适 所以切记 在你拍摄横板的一个特写时候 一定要留住它的一些些肩膀 让你的画面觉得更舒适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 如果你是希望树板构图 树板构图拍摄一个特写照 同样如此 不要只切到一个脖颈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树板拍摄特写的一个构图 在树板拍摄时 你也要切记 不要只切到一个脖子 通常按照我的一个经验 我还会在树板构图的时候 把我们人物的一个面部 放在我们的画面 中间偏上的一个位置 那放在中间偏上的一个位置 会让人觉得这个画面 更稳当更舒服 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入门的新手 不妨就可以运用我这个 二分之一法则 也就是说画面上 人物的一个面部 他的一个表情 和他的一个身体 各占二分之一的位置 那还有一些空白处 是可以用大光圈来虚化一下 把这个背景放在这里 画面上就是书名有志 虽然是特写 你不会有一种扑面而来 整个画面上都是人脸的 这种很满当当 透不过气的感觉 不会 现在这样的画面中 你还是有呼吸的空间的 对吧 我们的画面 书名有志 也不会让人觉得 整张图片都是脸 女孩子会觉得 这样会不会 选择我脸大 那这样子我们一样 来安排你的画面 就很舒服了 你不会觉得 你只是要拍他的脸 同时你可以把它的 着装到一部分也拍进去 那一般性女孩子的衣服 衣领处啊 都是一个装饰 会比较多的地方 比如说项链啊 这种都是一个装饰 比较多的地方 或者说锁骨 都是很漂亮的 你收入在你的画面中 往往可以起到一个 加风的一个项目 所以拍摄特写 并不只是说 我们只要把脸拍好就好了 不是 我们还是要安排 或者说考虑 我们画面的一个合理 舒适 我们无论是横板构图 还是竖板构图 让你的画面 疏命有志 让看的人 既可以感受到 近距离和模特沟通的一个感受 又不会觉得你的画面 满满当当 扑面而来 令人窒息的感觉 对 对